诶 你来福建赏花了吗 这个真的可以有 最近我这个朋友圈又被刷爆了 红的樱花 白的梅花 黄的油菜花 那个颜色比这个调色盘还要丰富 那今天呢 我就给您唠一唠 你不知道的福建花花市 生长在福建的花呢不仅仅是摆设 它是福建人不可多得的宝藏 2021年全省花卉苗木全产业链 总产值达到了1165亿元 花卉产业成为福建第三个超千亿元产值的林业特色产业 这鲜花呢几乎成了福建的新名片 永泰西洋村的八万部梅花盛开如雪暗香浮动 在白茫茫的梅海之中 这个村路两旁到处都是村民们摆的小摊 这摊子上售卖的是青梅酒 青梅之一类 用梅制作出来的周边 那是十足的爆款佳品 一放上桌 梅花就会被一抢而空 一天下来呢 这个收入也是相当不错的 是乡村振兴的武林秘籍 在连江丹阳的丹鹰农场 200多亩的山鹰花同时盛开 要说它是福州的鹰花大官员 那也不畏谷 2003年的花农们在这里种下了第一株鹰花树 到现在20年时间过去了 这里拥有福建山鹰花品种的数量 稳稳地排在了全省第一的位置 光是获得国家林草菊认证的新品种就有14个 福建是名副其实的花卉大省 永定已经成为福建乃至全国最大的蝴蝶兰花卉产业基地 福建周宁县也沾上了花卉经济的福气 出售的香水百合 大花卉兰等观赏花卉品种 年产值达到了9071万元 带动了贫困户的增收 这鲜花呀 赏心悦目 花卉经济的更是融入了福建人的巧思 藏在生活中溜进唇齿间 不仅装扮了生活 也充实了钱袋子 更富价值 花卉经济也成了福建人振兴 乡村经济的一份流量密码 福字旁边六张口 敏人智慧 看你不知道的福建 咱们下期再见